今天做一个只需要十几分钟就能搞定 而且还特别好吃的熔盐吐司 锅内放入20克黄油,40克淡奶油 如果没有,可以用纯牛奶代替 再放5克白糖,两片芝士片 开小火用铲子搅拌 直到所有的食材全部融化,没有疙瘩就可以了 趁它的热乎劲倒在两片吐司片上扁 这个量可以做两片 用勺子给它涂抹均匀 烤箱上下火190度提前预热5分钟 放中层烤10分钟左右 因为每家烤箱的温度不一样 后几分钟一定要多观察上色情况 只要表面微微的焦黄也就可以了 一定要等不烫了再吃,因为真的烫嘴呀 光看这个样子我都馋得不行了 咬一口下去,吐司的底部是焦脆的 上边抹芝士酱的部分又松软又香 真的是具好吃 这么简单,学会了以后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你也赶紧试试吧